來繼續來講 公務人員 年底的褲子會影響到 將軍的責任 甚至未來的生活 全臺灣的檢測官 這次有四個 因為肯定的現行出狀況 褲子去給打 拼頂 有的是開燈的時候 在看報紙 有的是上班無非 走去抓零 還有人是大文中來 賣論書 這是為吃拼的檢測官 除了將軍 減十多到三十多萬一月 這隻新冠也會比當季的當季更厚 面對孩子 想起就是有名的檢測官 流行路 它是社區官委會主委 率地官委會議黨中 情屬失控大聲在說 而且其實帶到很多情意 因為司法官應該保持行政中立 二十幾年前 率公開站在台北市中 選舉作成的舞台 當時已經在外界配平 二十幾年後又出陣風 去年全台地檢測官 就寫人口一體拼頂 如果政府沒有檢測文准 就檢認官委會主委 沒有請到出外區會 又對委員發表向寄建國 當地檢測官近郎君東發官的民國 算秋季又看報紙 向寄建也向寄建國 寄建國 先把地檢的顔如有 它不同方式問被告 還在網路上賣律書 是第一位讓檢測官憑感 委員會議上 一定會發他們的思法官 他的董事後總共上班 抓人頂頂頂 才行不行 向法部要注意 當然可以走公務人員保障法 相應的救濟程序 那這個當然對於這個檢察官 如果說有自我要求的 那當然對他自己來講是一個污點 科技不好 剛才沒有獎金 最多減四十萬 新極還要等一年 還會讓官司先頂 而且永遠會有記錄